这是生活在美洲的切叶椅 或许你已经知道 他们勤勤恳恳地采发树叶 并不是为了自己吃 而是做一件似乎很有格局的事情 种田 简而言之 就是利用这些树叶作为培养机来种植真菌 给人感觉宛如是以中经中啊 然而直到最近几年 科学家才意识到 这些蚂蚁在种田这件事上 究竟达到一种怎样丧心病狂的程度 比如切叶椅的真菌可不是随便种的 每种切叶椅都会很专一地培养 不同的某一种蘑菇科的真菌 为此切叶椅的蚁学本质上 已经变成了一个精密的真菌发酵罐 其最核心的真菌农场 被刻意放在蚁学最底层 要知道在别的蚂蚁巢穴中 这边可是蚁后和幼虫带的地方 而真菌农场发酵产生的热量 则会驱动空气 在蚁学中流动 再经由特殊设计的孔道 为真菌农场换气 此外切叶椅本身的代谢 也为其做出了改变 比如真菌为了消化吸收叶片中的养分 需要大量用到一种叫做果胶酶的物质 但这个果胶酶非常地珍贵 因此在切叶椅吃下真菌以后 它们的消化道 会刻意避免破坏其中的果胶酶 最后切叶椅会把自己的粪片 放回到真菌农场中 让真菌回收其中的果胶酶 正所谓投我以木瓜 抱之以把拔 而相对的 它们中的真菌也不含糊 演化的要营养有营养 要生存能力有营养的 一方面虽然说起来 这些真菌跟我们平时吃的口膜 算是近清 但它们很贴心地 根据切叶椅的口味改变了形状 不再结束我们一般概念上的蘑菇 而是会生长出一串串葡萄般的营养菌丝 大小正好让蚂蚁一口一个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些真菌似乎已经被蚂蚁驯化了 但这就意味着真菌 已经完全丧失了野外生存能力 一切都必须依赖于切叶椅的照料 所以每次 当切叶椅巢穴中诞生了新的以后 要出去分家的时候 都会带上一些真菌的菌丝 要照料这些真菌可不容易 就像我们人类的农田会遭受病虫害一样 切叶椅的真菌农场 也会遭受细菌或霉菌的感染 而且它们的真菌农场中 还会经常长出另一种来自肉作菌科的 对蚂蚁而言没有利用价值的真菌 就跟我们田里的杂草一样 而切叶椅也不含糊 它们的解决手段比较有美洲当地特色 简单来说 它们外出负责切割叶子的个体 其实更接近于其他蚂蚁群体中的兵蚁 而它们真正的工蚁则比较复杂 其中有一类变得非常微小 中其一生都要在绵密的菌丝当中 拼命清理其中的杂草 可应该说是杂菌 以及收割成熟的菌丝 而为了对抗病虫害 切叶的手段就比较阴间了 简单来说 它们用自己的身体来培养炼煤菌 从而获得后者分泌的抗生素 与抗争菌物质 有些夸张的甚至变成了这样 宛如穿了一件生物生物防护服 只要我浑身都长满烈煤菌 那我全身就只有烈煤菌了 说实在的 上一次真菌细菌和别的生物 这么紧密合作可能还是第一 但这却让演化学家宛如 巴马美惠吾路易十六 谁都摸不着头脑 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 蚂蚁和真菌的关系就挺同舟共济的 以学阴暗潮湿的环境 确实很适合真菌生长 但通常不是蚂蚁吃真菌 而是真菌吃蚂蚁 所以一般来说蚂蚁都会想尽办法 把真菌从乙学中清理掉 另一方面 蚂蚁的农业发展完全没办法体现在化石上 也让传统的演化研究手段 在这一块完全失效 但科学家毕竟是人精 他们很快就注意到了一个很反常的现象 按理来说 切叶以最适合生活的区域 应该是树叶资源丰富的森林当中 但实际上 他们却更喜欢待在森林边缘那种 有点小树但长得又不太好的地方 而这也让他们成了 美洲开垦森林种植果树的农民眼中 最棘手的害虫之一 更关键的是 21世纪以后 分子生物学的发展 突然就为这类研究 开辟了未曾设想的道路 首先你们可以猜一下 切叶以的农业 大概是什么时候正式出现的 A.一百万年前 B.一千万年前 C.一亿年前 D.两亿年前 E.反正不是顿角 好的 公布答案 目前最主流的观点认为 切叶这种高度发达农业 大概诞生于距禁八百万到一千二百万年前 不过在那之前 南美洲的蚂蚁似乎经历了一个 更为久远的原始农业时代 实际上 即便在今天 美洲的很多蚂蚁 包括前不久入侵了我国的火蚁在内 都会在一定程度内 容忍某些真菌在蚁学中生长 必要时就用它们给自己加餐 而这一个蚂蚁和真菌握手言和的事情 在历史上似乎就只发生过一次 确切点说 是发生在大约六千万年前的南美洲 对 差不多就是白鹅寂寞大灭绝之后不久 于是一个有趣的假说 逐渐开始为主流所接收 与我们的直觉不同 蚂蚁算不上是一个多么古老的族群 反而更像是一个爆发户 虽然早在侏罗纪 蚂蚁的族裔就已经从他们的胡锋祖先那边 分家了出来 但在那之后数千万年的时间里 蚂蚁家族存在感都稀薄地挽住月球上的空气 然而在大约一亿年前 地球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简单来说 就是随着显化之后的突然崛起 整个地球的中低层食物链 迎来了一波大洗牌 史称白鹅寂陆地革命 接着这骨子东风蚂蚁 那简直像是就着素挪手指 干了三斤鬼舞食物才能血 一样瞬间变强 无恙也千交百媚了起来 一举成为了土壤表面最繁盛的昆虫之一 但问题是 这个时候终身带的余额已经不足四千万年 蚂蚁的好日子没过多久 一颗巨大的陨石怼在今天墨西哥境内 一时之间山河破碎地形批变 而当时距离墨西哥没多远的南美洲 自然也被陨石养起烟城 搞得惊艳累月 但是天地暗淡日月无光 寒风凛冽草草木皆荒 禽兽重置动内而亡 但看那废土茫茫似乎 只有那吃住的真菌特别能扛 于是乎就在南美洲这方画风一向有点特殊的水土之上 有那么一小撮蚂蚁 居然就在绝境中克服了对真菌的恐惧 就靠着一些红散散白干干干 他们不但成功避免的躺板板 更是抢战先机 一举成了当地最优势的蚂蚁类群 而另一方面 随着蚂蚁不断把真菌搬进巢穴当中 无数包子和军丝散落在乙穴之中 真菌发现 哎呀 在这掌壳壁在外面和动徒死磕舒服多了 于是乎这些真菌就自然而然的长到蚂蚁的巢穴之中 有了这些长期饭票 蚂蚁的习性也随之开始改变 有点像我们因为祖先以富含维生素C的树叶为食 而丧失了合成维生素C的能力一样 分子生物学家研究也表明 在距今约六千万年前 切蚁的祖先就已经丧失了合成金氨酸的能力 而这或许说明最是从那时候开始 富含金氨酸的真菌就已经吃了这些蚂蚁的主食 虽然以真菌为主食和种植真菌完全不是一回事 但演化就像是一枚炮弹 当他被静悄悄塞进炮堂的那一刻 就注定了他必然会在某个未来 在某个遥远的地方闹出点动静来 切蚁的早期祖先在取食君子这件事情上 可谓雨露君瞻 餐桌品类之丰富足以叫云男人羞愧 然而在距今三千四百万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 却深刻的改变了这一切 那年一场不明人瘾的全球辩论 突然终结了自古今世始刑是极热事件以来 两千多万年的温暖气候 全球雨林骤然崩溃 当以学中的真菌毁过神来的时候 他们发现数千万年演化 让他们过于依赖潮湿与黑暗 一旦没有了树荫的庇护 他们曾经无处不带野外祖先 就迅速在阳光的天罚下彻底灭绝了 军列的旷野之上 这一个个身不见地的蚂蚁巢穴 突然就成了这些真菌最后的方舟 诚然蚂蚁需要它们 尤其需要它们体内丰富的金氨酸 但即便脱离了森林 杂实性的蚂蚁多少也还有点别的选择 可是对大部分真菌来说 蚁血就是它们最后的一线生机 于是全力来到了蚂蚁这一方 面对蚁血中种类反多的真菌 每种真菌生存需求也各不相同 那么蚂蚁会最照顾其中的哪一种呢 当然是出价最高的那种 那么真菌们请开始你们的内卷 终于在距今大约三千一百万年前 有那么几种真菌脱颖而出 它们浑身上下一切都只为一个目标而生 那就是让蚂蚁缠它们身子 成了彻头彻尾的农作物 但历史也在告诉我们 金主可以装一石的孙子 但很少会真的成孙子 终于有一天 每种农业蚂蚁的巢穴中 都只剩下了唯一的一种真菌 一种对其而言最高产 最营养最好重的真菌 这种真菌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你再也不需要冒着生命危险 辛辛苦苦长途跋涉 去寻找食物 你只需要就近带回一些真菌培养剂 放心 这种东西到处都是 比如一点点朽木 一点点枯枝败叶 你看 以学边上不就堆积如山吗 什么 你还要我产量再高一些 那也好说 我们现在被种在了乙穴上层 这里环境还不够稳定 也容易受到杂菌污染 要不然 你把我往乙穴深处挪挪 什么 还要 哎呀 不劳而获可不是好习惯呀 你可得好好工作 才能享受劳动的果实呀 不知不觉间 真正意义上的蚂蚁农业 登上历史舞台 从目前研究来看 至少有三类真菌 成功在蚂蚁巢穴中立纹的脚跟 发展出了三只不同形式的蚂蚁农业 然而计划总有百密一疏的时候 在距今约2500万年前 寒冷干燥气候突然奇迹般的结束了 南北两节冰川全部融化 富饶的森林再次覆盖大地 一时之间 不少蚂蚁纷纷抛弃真菌 重新回归了原始农业乃至狩猎采集的 往昔传统之中 好在这次全球变暖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不过区区500万年而已 续尽一场 续尽一场 但这也让真菌从此多留了个心眼 绝对不能让蚂蚁再回到森林之中 这事儿吧 对真菌来讲不太好办 但他们很有耐心地等了1000万年 终于在距今1200多万年前 他们找到了一个机会 那时地球气候宛如被调成震动党 虽然大势所趋势变冷 但短期来看却是忽冷忽热 而这种气候造成了一个必然结果 就是森林与草原之间产生了大片大片的过渡地带 其上的主流植物也是随着气候突变 尘头变换大王期 蚂蚁培养真菌的传统机制 一向都是枯枝败叶 可问题是植物不同 其落叶的物质成分 附着物腐烂速度等等性质 自然也是大相径庭 不管在任何场合 品控不严都是要出大事的 那年无数医学中争取农场颗粒无收 蚂蚁世界恶飘营业 但还是有一只蚂蚁 用它们爆棚的降人精神解决了这个问题 传统上在枯枝败叶不够的时候 农业蚂蚁本来就会去直接采摘一些新鲜叶片 来作为补充 而这时候 这只蚂蚁果断放弃了质量参差不齐的枯叶 全面改用新鲜树叶 对 这只蚂蚁就是今天切叶叶的祖先 为得到最高质量的培养剂 它们拿出来使得弄长白草白的精神 挑选不同树叶作为尝试 终于释出了几种特别合适的树叶 但它们不知道的是 真君其实暗绰绰地干预了实验结果 搬运树叶是个重体力活 所以切已能带回来的大部分树叶 往往都是些几年生的高大草本或小桥木 它们在森林中无法和参天大树争夺阳光 在草原上无法像一年生草本那样快速繁殖圈地 因此基本就只长在这些森林草原过渡带之类 环境高不成地不旧的地方 你可以说是真君适应了这些植物 也可以说是真君选择了这些植物 这些真君将自己演化的 必须要在这类植物中的某些物质刺激下 才能快速生长 于是七叶已便就直采集这些树叶 无形中就被永远禁锢在了森林边缘地带 它们再也不可能回到森林之中 而像自己的某些亲戚那样在纸醉晶体中弃绝农业 终于最后的隐忧也排除了 行情的蚂蚁们呀 劳动吧 我将抱着以甘美的果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